各位三知识,华严君贤熟评,现在讲的是第八,卯光造一山脉门,文字啊,经文,一共有分为十段,那么现在是讲到第五啊,六度光,六度光, 说明这个六度啊,经文在第39页,第39页的后边算了第二行,又放光明明人言,从这个地方啊,上次是讲到这个, 文字的解释啊,已经大致说过了,那么后边要说明这个人的方法,有六种意义啊,还没有讲好, 就是经文的,又放光明明人言,此光觉悟称慧者,另比除尊,离我们,常要忍辱有佛法, 众三报欧,难可忍,为菩提故心不动,常要称呀,忍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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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明这个忍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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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此光觉悟称慧者 这个光明照到死方世界的重生 如果有些重生 昌悍心特别重的 脾气特别大的 能使他觉悟 令鼻除尘 离我们 昌悍心 主要是由我们来的 由我 又生慢 那么嗔恨就会严重了 所以要死定这类昌悍心众的众生 除去供高我们 那么常常喜欢修这个忍若婆罗蜜 一向刚强的粗暴的心 让他修忍 而成为柔和慈善的心 所以叫做常要柔和 忍若有佛法 有修忍若波罗蜜 能够使心地柔软 这是光用 众生暴恶难可忍 为菩提故心不动 常要称养忍共德 这三句 这三句是修音 菩萨 他自己在阴地也是这样做 看到众生很粗暴 很凶恶 难以忍受 但是菩萨还是要把他忍下来 那么为了无上菩提 要求成佛道 就是再难忍的也的人 所以说为菩提故心不动 为了要求证菩提的缘故 碰到任何的横力之来 心还是唯唯不动的 而且平常是对一般众生 常要称养忍共德 很常喜欢称养赞叹 修忍若波罗蜜的功德 这是修音 事故得成此光明 这是结成现在放光的果德 那么因此之故 他因地这样的修成的缘故 所以现在能够成就这个忍若光 这个光明照到众生 能使他呀消除称恨 成就忍若波罗蜜 这是小文文字上的解释 上次曾说过的 接着啊 就是说对于这个修忍的方式 古人对这个修忍若波罗蜜啊 用六个字来说明这个修忍的这个方法 第一就是利人 力量的利 就是凡是碰到横力 有力进来了 使你觉得实在呀 很难受 无论是骂是答 或者是诽谤等等 觉得非常难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用力去下功夫去忍 那么平常所谓 忍无口忍呢 已经忍到极点 实在觉得已经会忍受不住了 碰到这种情况 还是照样 照样要忍下去的 所以 以古代词说 忍不过时 着力在忍 这就所谓的忍啊 实在就得忍不过去了 忍无可忍啊 忍有限度了 不能再忍了 吃不消了 可是你还得再用力呀 再忍下去 着力在忍 你再进一步 再下功夫 再忍下去 受不得出 耐心且受 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了 我还是有耐心的 估计 再把他接受这种的 恒逆之心吧 再把他忍受下去 假如能这样子做 忍不够的时候 还要着力在忍 受不得的地方 还要耐心且受 假如能这样子做的话 在这个中间呢 能够除掉多少烦恼啊 所以古人说 忍得一死之气 免得百日之游 那么一死之气 这个脾气 能够忍受下去 不发出来的话 那么免受到 百日之游啊 假如你受不了了 跟人吵架 或者是反暴 那么以后的苦恼才多呢 所以第一步啊 所以第一步啊 先用力人 碰到什么 恒逆境界 用力 好好的把它忍受下去 这是第一段 第一种的忍受 修忍的方法 第二 叫做反人 相反的反啊 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己遭受到恒逆的境界 这个时候啊 自己反省自己 学佛的人懂因果呀 博士说没有这个因而会遭受到这个果 那么自己反省自己 我今生虽然没有伤害到对方 很可能 我在过去生 或者是过去都生 不晓得哪一生啊 曾伤害到对方 我也曾用这种的恒逆的境界 来伤害到对方 那么因此我现在要遭受他的报复 他才会来伤害我 那么如果以这种反省的心 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去必定曾伤害他 那么现在他用恒逆来伤害我 我应当要忍受 等于环抱啊 那么这样子用反省的方式 回过头来想想自己 那么这样子也把这个再难受的逆境啊 也能忍受下去 这个第二就是凡人 第三叫做妄人 妄是妄掉 把这个事情妄掉 在当时恒逆之来呀 人家怎么样的物肉泥 你不要把它当作严重的 这个肉劲 不要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把它妄掉 怎么忘了呢 举个例子说 楚汉针锋之前 韩信 韩信在落难的时候 他还没有封王挂帅的时候啊 是一个普通一般的老百姓 他虽然 内心 脑子里面充满的智慧 充满的兵乏 充满的 这个 自乱 齐家 自国的方法 可是他 英雄没有用武之低啊 当时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人家瞧不起他 偏偏要来物肉他 做拢他 因为他的力量并不大 身体也看起来呀 是很普通的瘦弱的身体 有一天 有一个青年呢 暴徒 这个青年 来玩龙这个韩信 就是说 韩信 来来你不是很有智慧吗 你懂得很多兵法吗 来我们来打仗 我们来打仗 看你的功夫好 还是我的功夫好 我们来打一架试试看 韩信 往这个年轻人上下 打量一下 看一看 他不打仗 说我不跟你打仗 你不跟我打 不跟我打 你就要接受我的物肉啊 你要怎么办 他就把两个脚插开 你如果不愿意跟我打价的话 来 你从我这个山洞里转过去 他两个脚插开来 你从下面 从我这个山洞里转过去 你能转过去就可以不打 否则我们得打 那么这个韩信呢 看看这个碰到这种人 你有什么办法呀 打嘛 没有意思 纵然打赢也没有意思 万一打输更是糟糕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不从他那个胯下 转过去的话 这个这一关是过不了的 算了 他就浮浮下去啊 就从他的胯下 从那个山洞里转过去了 转过去之后啊 那个青年大笑啊 哈哈大笑 大家就觉得这个 这个人呢 没有用啊 遭受这么大的物肉 他还不跟人这个 有一点表现啊 那么但是呢 韩信啊 他从这个胯下爬过去之后啊 若无其事的 两个手摆一摆啊 又走了 他连你还是笑笑的 一点也不会觉得有物肉之感 为什么 他把这个事情忘掉了 他没有把它当作一伙儿事 他没有把它当作这个是遭到人的物肉了 所以啊 将相啊 这个头上可以走吗 啊 那么宰相的独立可以乘船 呃 他就有这个哑量 他有这个量 呃 而且他把这个事情整个忘掉 他不会觉得招手无肉 他好像过山洞一样 反正都过去嘛 没有什么嘛 呃 也没有减少什么 也没有增加什么 呃 那么有这个 像这种情况 忘人 呃 忘人 把这个事情忘掉 你不要把它当作这个 这个招手无肉了 否则你在那个时候 你怎么办啊 哈哈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把这个所谓招手无肉的情况 把它忘掉 啊 不当作招手无肉 没事 呃 这是第三 忘人 第四 惯人 学佛的人懂得修惯 以修惯的方法 来啊 对治这个称赫心 啊 如果对方的恒腻物肉来了 你修惯 惯什么呢 举个例子 啊 那么 这是尤婆色戒经里面讲的 啊 假如有人骂你 骂你的那个骂的啊 声音 文字啊 他不可能 骂的话 一下子同时都出来了 举例说 他骂你坏人 坏人两个字啊 他不可能同时出来了 坏字先出来 人字还在后头啊 等到人字出来之后 坏字已经没了 已经消失了 把它分析 把这个骂你的字啊 你把它分析掉 哎 坏字先出口 等到人字出来 坏字没了 哪里成骂呀 不算嘛 这是一个字一个字排下来的嘛 前面那个字已经消失了 后面那个声音才出来 这样子还算骂吗 嗯 这不算嘛 所以呃 用这种方式分析 修惯 分析那个字 骂的字 把它分析开来 他不能同时出口啊 一个字一个字出来 先出来的已经消失了 后面出来了 怎么能够凑成骂你 不能成骂 嗯 还有 如果这两个字是骂你的话 那书本里面所有的坏人两个字都骂你啊 不是这样吧 嗯 所以用这种的分析法 修惯 哎 把这个人家无论怎么样的骂你 再错的话骂你 无所谓 反正那个字啊 他不能同时出来呀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修忍的方法 嗯 就是惯无我 哎 假如没有一个目标 他会骂吗 就是因为有我这个目标 我这个人的目标 他对着我嘛 那我这个我像根本是空的 啊 五蕴皆空啊 四大非有啊 这个四大五蕴甲合的身体 把它分开来 哪一个是我呀 色受想形式 这五蕴哪一个是我 根本我不好的 嗯 因为他看到有我这个形象存在 他才骂 啊 但是我这个我像根本就希望 希望不实的 没有实在的 啊 那么既然没有实体 他骂过什么呢 啊 那么他骂 例如说 呃 我这是 呃 一个人生嘛 四大所成的地水火风 呃 他是在骂地吗 骂水吗 骂火吗 骂风吗 那么世间地水火风很多 假如是骂地水火风的话 他也不是骂你呀 世间地水火风很多呀 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有五蕴啊 受想形式 人人有这个心法呀 呃 这个心无形无相能造 遭受骂吗 用这种方式 多方面去修灌 呃 灌成 这个骂的形象 打的形象都不可的 呃 都希望不实 他就是打你 你把他想着 他在打地 他在打水 他在打火 啊 那么这样子 根本打也不可的 呃 用这种方式去修灌啊 参看心也不会动 也能忍啊 那个忍的作用啊 就会发出来了 这是第四 第五啊 叫做习人 习啊 欢喜的习 欢喜的习 人家来骂你 侮辱你 啊 恒你对你 呃 你未了要修忍若波罗命啊 还要生起欢喜心啊 生欢喜心 为什么生欢喜心啊 不但不动成啊 而且生欢喜心啊 因为 我要修忍都啊 一天到晚都是很好的境界 都是顺境 那我哪里有机会忍啊 没有人骂我 我从何处忍啊 没有人打我 我从何处忍啊 所以 勇家大师的正道歌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说 呃 文恶言 是功德 死者 名我善之师 呃 若非三棒其烟心 何表 无声 此忍力 真要修忍度的人 听到恶言 人家骂你的恶言 坏话 你把他看作功德 为什么 成就你修忍的功德 所以文恶言 是功德 那么你就把看 那个骂你的人呢 把他看作善之师 死者 名我善之师 呃 这个骂我的人 就是我的善之师 为什么呢 若非三棒其烟心 假如不是对方来 呃 三 是言之旁的三 呃 就是疾风了 呃 棒是诽谤 如果对方不是来 呃 疾风我 诽谤我 骂我 呃 甚至这个 严家与亲族的分别的心 呃 何表无声 持忍力呀 那我这么 怎么能够表示出 我对于修无声法人 我要修忍入波罗蜜的力量 从哪里表现出来呀 就是因为有人骂 呃 那么有逆境 那能够忍受 这才能够磨练出 你的忍度 忍的力量有多高 能不能接受忍耐 呃 所以呀 这个忍入波罗蜜 自己要想办法去 不但是要对峙 而且要想办法成为一种功德的 呃功夫 这是帮助我修忍入波罗蜜 对方不骂我 不办我 不衡力对我 我没有机会修 忍入波罗蜜 没有机会修 啊 那么现在有这个姻缘呢 他成就我修忍入波罗蜜 因此我应当要感谢他 生欢喜听 应当对他说谢谢 啊 好的你骂我 好的你 毁谤我 否则我没有这个机会修 这是第五 习忍 最后一个第六 慈忍 慈悲的慈 啊 慈忍这个境界是最高了 就像释迦牟尼佛 搁切身体 结结之间 啊 他没有我像人像 啊 他不但不动承恨心啊 而且发愿要先度他 这个忠生很可怜呢 啊 他不懂得造业将来要堕落 今天动了那么大的神恨心来伤害我 那我将来 啊 我成佛了 我要先度他 啊 所以忍入仙人在当时割立完 搁切身体的时候 他没有一念诚恨心 啊 如果他有诚恨心的话 那 他必定要遭受这个 啊 果报 所以当时 格力王搁切他 然后问他说 啊 你懂诚恨吗 你恨我吗 我不但没有恨你啊 我还发愿呢 将来我成佛 我要先度你 因为你太可怜了 造了那么大的罪业 将来我成佛 我就先度你 啊 那么这个格力王说 你说这个话谁证明啊 谁相信啊 忍入仙人就发愿了 假如我当时被你搁切的时候 我动了一点点嗔恨心 我这个身体马上又坏掉烂掉 啊 假如我完全没有动嗔恨心 而且发愿要先度一次事实的话 我这个身体当下就恢复原状 他这个愿力一发呀 他这个愿力一发呀 有多身修行的福的感召 他被搁切的部分 整个恢复原状都好起来了 那就证明啊 呃 这个忍入仙人在当时真的没有动嗔恨心 不但没有动嗔恨心 而且是发愿要度他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呃 最先度的吴比丘 那个焦成儒啊 呃 阿罗焦成儒就是戈利王的后生 呃 所以由此可见呢 呃 学佛的人 如果修人要到极点 要学佛 像释迦牟尼佛被戈利王搁切身体 他尚且啊 呃 能够忍受 而且发愿要先度他 这个以慈悲心的接受对方的这个物肉 这个叫做慈人 这是最高的境界 最不容易做到啊 但是我们既然要行菩萨道 要学佛 必定要学习 要做啊 最起码 我们也应当学到像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 在四十四十二章经里面说的 那一幕 那一段经过情况 我们也值得学习的 呃 随时随地都可以学 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的时候 有一天 有一个恶人 他不信佛 他对佛没有好感 就想尽办法要破坏佛 那么这一天 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的时候 这个恶人呢 他就喝酒了 酒喝醉了 啊 靠着这个酒醉的势力啊 就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咒前呢 就用种种的坏话骂佛了 尽在骂佛 佛正在说法的时候 这个恶人来到佛前骂 佛只好停下来了 不能说法了 他才骂嘛 他才骂就让他骂呀 就停下来 年关闭闭关系 哦 佛在入定了 不理他 他骂他的 当他一个人骂 佛没有反应啊 他骂酒了 也会觉得没有外道啊 啊 把伯父还冷了呀 这也把伯父好啊 哦 他当一个人骂没有用 他骂酒了 大家看着他一个人骂 佛也没有反应啊 人家都认为这个人是神经病啊 啊 如果不是神经病 为什么这样子呢 哎 因此啊 他骂了一段时间 看佛都没有反应 他也不再骂了 啊 要骂的话也骂光了 也就没有话好骂了 那么既然没有骂 声音停下来了 佛就眼睛睁开来看看 哎 就问他说 你还骂吗 我不骂了 为什么不骂呢 我骂你 你都没有反应嘛 我还骂 哦 那好 那你现在不骂 我问你一句话 可以吗 这个没有问题 你问吧 那假定说 你的亲戚朋友 做好事 办喜事 你要不要送礼呀 这当然要送啊 难道你做佛了 还不知道吗 当然要送礼呀 他还是要骂 嗯 那么 佛就问说 假如你送礼 而你的亲戚朋友 做半喜事 半话 好吃的 他不收礼 那个礼物怎么办呢 啊 这个简单啊 他不收嘛 我就装起我的口袋里啊 我就回收到我自己的身上来 我送给他 他不收嘛 当然我就送回 我收回来了 释迦牟尼佛就对他说 哎 你刚才包了很多礼物给我啊 我没有接受啊 统统还你哦 懂不懂啊 他送的很多礼物 骂的很多 那些欧夜罪过 那些话 哎 佛都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 他自己又收回去了 假如你送礼 对方不收礼 你就要自己收回来 啊 你骂人家 人家不接受 当然自己要收回去 这个罪业 你自己去收报 哎 这一点 很好嘛 啊 那么前面讲的六种 啊 能不能一一度按照次第 油浅肉身去做 哎 学这一种 很好嘛 你就想着 人家骂你就是送礼 嗯 那么你如果 不想收礼的话 他自己会收回去的 与你没有关系的 啊 我上次讲的 啊 苏东波 说佛印传是像一堆牛屎 啊 那么 那么福印传是说苏东波是口出莲花 啊 那么莲花从蝉死嘴里出来 牛屎从苏东波嘴里出来 所以他的妹妹说 她说 哎 哎 你的嘴里出牛屎啊 而蝉死嘴里出莲花 看是谁输谁赢 啊 所以 如果 遭到恶骂的境界 你用这种多方面的方式去对峙的话 这个忍入波罗密就有办法把它修好 把它修成的 这就是 呃 第三 忍度 其次啊 第四 精进度 就是精进光 哦 这能超出四母经 懒惰者以下 就是勇猛就是勇猛精进啊 嗯 这个光明 此光觉悟懒惰者 这个光明 是专照到世间 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懒惰懈怠的这一类众生 人 差不多 多多少少 足有一点 一些 惰性 懒惰的惰性啊 嗯 比如说早上该起床嘛 你总是再拖一会儿啊 啊 再躺一会儿吧 尤其冬天很冷的时候 呃 再暖个五分钟 十分钟吧 哎 慢慢 床位习惯了 以后就会这样赖床 一赖赖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呃 所以这个学难 很容易的 呃 要学精进就很难了 呃 所以 呃 柯家话有这么一句话说 呃 好难三年 好禁三年 呃 要学懒惰啊 三天就够了 要学精进啊 三年还学不好 懒惰的人啊 他会有很多口识 他会想办法 来解释他的 可以懒惰的 这个情况 长欧含经啊 啊 这个四欧含里面 有一部长欧含经 长短的长啊 长欧含经 第九卷里面啊 有说到 这个比丘 啊 有 懈怠比丘 跟精进比丘的比对 啊 以八种情况啊 懈怠比丘的 懈怠情况 跟这个精进比丘的精进情况 在哪里比对 他先说 这个懈怠比丘的懈怠情况 啊 因为按照佛制 出家人 都是要脱钵去尸啊 啊 脱钵 不一定天天都能得到 有人供养的 啊 而且好坏也不等的 出世也不等的 啊 那么这个懈怠比丘啊 他去脱钵去尸的时候 万一 这一天出去脱钵 没有人供养他 空拨而回啊 没有人供养 这个没有人供养 饿肚子了 今天没有饭吃了 因为自己不煮饭了 寺庙啊 这个七兰 七兰呢 这个金舍里面 没有煮饭的 没有 没有这个 除灶腾 去脱钵 没有人供养 今天就有饿肚子 那么这个懈怠比丘啊 去脱钵 没有人供养 回来 他就有话说了 我今天去脱钵 都没有人供养 我肚子饿 没有精神 算了 不要修行了 不要睡神怎么办呢 睡觉 睡觉最好 因此啊 脱钵 没有饭吃 睡也会饱嘛 那么因此他就睡觉了 他也不修行了 因为他肚子饿啊 这是谢代比丘的 这个 借口 其实不得的时候 他就这样想 那么当然他就可以很安心的睡大觉了 如果他去脱钵 有人供养 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供养很多 那么回来啊 吃的太多了 吃的太饱了 分成了 那么今天有的吃 有人供养了 应当要好好修行才对啊 他又不这样想了 今天啊 人家供养太多了 吃的太薄了 讲修爸爱捆了 因此他吃饱了 吃的太饱了 不能修行啊 打坐也不行啊 因此他觉得 这个做什么最好啊 睡觉 睡觉最好 吃饱了就睡 那么 其实 脱钵其实 得了 有人供养 他回来还是有借口 他吃的太饱了 不能用功了 还是睡觉 这是第二种 就是其实得到了 不得了 他都有借口 都可以睡觉 出现人 在大众共同生活 要生团里面 有的时候 要当执事啊 要办事啊 如果轮到你办事的时候 这个谢代比修 如果碰到 要办事 明天我要当执事 那么明天我要当执事 我今天得好好的保养啊 我精神要把它保充 保养充足啊 明天才能办事啊 因此我今天就不修行了 做什么 睡觉啊 如果把它睡薄了 明天办事才能如意啊 因此 为了要当执事 他也事先先睡觉 也谢代了 那么 他执事当完了 工作做完了 做完了 应当要好好用功吗 他又有 有借口了 他说 做完了 我很累嘛 做得很累啊 我这几天忙下来 我累得吃不消了 我得休息 这一休息 又是睡觉了 所以当执事之前 也是睡大觉 当执事完了 因为疲劳 又是睡大觉 这位谢代比丘 这是第三 第四个借口 有的时候 长州要派他 你去办什么事情 要走路啊 走路走得很远啊 从前古代都没有 这个交通工具啊 都是靠这个十一路车 都是用跑的 两条腿去跑的 那么因此他 如果明天有事 要叫他走远路 或者是跑到屏东啊 跑到高雄啊 没有车子 两条腿跑 毕竟很累啊 要走远路之前 我再准备明天走路啊 要准备明天走路的精神 怎么办呢 今天睡觉 今天好好的休息 休息好了 明天才能走路啊 所以要走远路之前 先睡一天觉 也是有现代的机会 他走路回来了 回来还是要休息 因为我走得很累啊 我回来不休息不行啊 回来又是睡觉 所以就走远路的时候 要去之前 回来之后 都是睡觉的机会 这是第五第六 谢代比丘 一个人 不可能天天那么健康啊 你某前一后 伐某帮你缝 不可能说是天天那么健康 有的时候他会碰到身体三病 他如果生病了 少少有点病啊 他就利用病的因缘啊 他就懈怠了 我有病啊 我身体不舒服啊 那不舒服 我不能休息啊 不能休息怎么办呢 睡觉 一点小小的病 他也要休息 再睡觉 不管是大小病 病好了 应当要好好用功吧 可是病好了 他说我刚刚好啊 我身体很稀弱啊 我的还要保养啊 因此他也不修行 也是懈怠 也是睡觉 因此病前病后 又是睡大觉的机会 所以这个八种懈怠的现象啊 那个懈怠比丘 借口很多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他都有机会 可以睡大觉 可是金敬比丘不一样了 刚刚相反 金敬比丘就刚刚相反 啊 这个金敬比丘啊 他去脱坡 没有人供养 空拨而回 回来啊 他自己觉得很惭愧 我啊 就是没有修行 没有福报 所以我今天去脱坡啊 没有人供养 我的好好修行 否则的话恐怕天天都会没有饭吃 因此没有人供养 虽然是挨握 肚子饿很辛苦 可是他勉强的 还是要下功夫 用功修行 啊 或者打坐 或者修罐 或者礼佛 啊 或者金行 啊 用功不停 这样子希望 呃 这个镇长福德 才会有人供养 所以脱坡 没有人供养的时候 他就 怀惭愧心 更加精进 这是第一 如果 有人供养 啊 很满足 今天有人供养 啊 受用很薄 那么因此他就心里很感谢 啊 今天呢 有氏族供养我 我总算是有福报了 有人供养啊 那吃饱了 那吃饱的修行啊 啊 那么饭吃精行啊 要好好用功啊 吃饱了 他更是安心的用功 更是精进修行 所以脱坡 不得也是精进修行 得了 也是精进修行 那么要当执事呢 我明天要当执事了 呃 因为当执事要办事就没有空 好好用功啊 那我今天要加工用心 要增加时间 要努力精进 要今天要做 呃 一天要修两天的功课 啊 把明天的都先修好 明天才能够啊 办执事当中啊 呃 才不会空过 因此啊 要当执事之前 更加用功 执事做完了 呃 本来可以休息呢 他不休息 为什么啊 我当执事的时间呢 浪费很多 我没有好好用功 我更是要用功啊 要补充前面不够的 所以执事前后 更是用功 这是第三第四 如果碰到他要远行走远路啊 要走远路之前 前一天他更用功 因为明天走路啊 恐怕累了 没有把没有时间打坐 今天的用功 要更加精进 那么走远路回来了 呃 因为走路 虽然很辛苦啊 回来 他因为走路没有用功啊 用功的时间比较少了 心也比较散乱了 回来更是精进用功打坐 呃 这是第五第六 生病了 有病 无论大小的病 他心里想 哦 生劳病死 病跟死是个病 呃 病接入就是死 无常就快来了 一想到病跟死是连住的 所以怕无常来啊 更是用功 所以把病啊 看作良师 所以经里面说 病苦是良师 呃 更增加 他精进用功的心 所以 虽然生病 他更是用功 呃 好像明朝末的这个 偶一大师啊 他每一次生病啊 就写一部经的注节 呃 每一次生病 就写一部经的注节 呃 阿弥陀经药节 七天就写成了 呃 他在生病的时候 智慧大方 呃 那么这个病也特别流利 呃 那么这种病呢 多病几次都没什么关系 啊 注节写的更多 病了更用功 病好了 虽然是虚弱一点 他也不会懈怠 他更是用功 啊 啊 好歹没有实 没有实 现在病好了 更是要加工用性 更有精进 所以病前 病后 病实 他照样用功 这是精进比丘 所以这只是观念问题了 观念不同啊 啊 懈怠比丘 他就拿 找着这个机会啊 很多借口 啊 那么就增加懈怠 那只有堕落 精进比丘 随时随地 都有他的精进的姻缘 他都可以增加他的 用功修行的机会 所以 这个光明 能够照到这个懈怠比丘 懈怠众生 让他增加啊 这个精进 让这个懈怠鬼啊 把他赶走 死灵他 令比长夜三宝中啊 恭敬供养 无辟烟 就是在佛法身三宝中 努力精进修行 这个文字很浅啊 也讲过多次了 能死灵这个被光明所照的众生 常常在佛法身三宝之中啊 恭敬供养 来努力进修 恭敬三宝供养三宝 努力进修 没有疲倦 没有厌礼之心 就是显示他的精进了 如果这个人 若比这个人 常常能够在三宝中 恭敬供养 没有皮烟 那么这个人修行啊 正能超出四摩经啊 他就能够超出 这个四种摩的境界 平常讲四摩 就是烦恼谋呀 五愿谋呀 死谋啊 天谋啊 前三种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有五愿身心就有烦恼啊 死 生疼病死 必定会来啊 所以如果内心没有烦恼 这三谋 这个天谋也不奈你和啊 天谋是外在的啊 前三种是内心的 能够在三宝 在凡尽中努力供养 供尽修行 那么他就能够超出 这个四摩的境界 就能够降摩成刀啊 速成无上佛菩提 很快就成佛了 那么这是光的妙用 菩萨 卯空能放这个光 使众生消除懒惰 懈怠 这个力量很大 用途很好 那么他是怎么样子能够成就啊 劝法众生令尽侧 他在修音 菩萨自己在修行的时候 也劝导众生 化度众生啊 使令众生也要精进 努力用功 侧 边侧 锦侧 人 用功修行啊 要有同餐道友 彼此 互相勉励 互相鞭策 这样子道业 才会有所成就 所以 偶一大师的 这个 敬舍名里面说 善有为一 要善知识 做依靠 因为有善知识 彼此 互相鞭策 道业 才会精进的 所以这个 警策很重要 好像这个棉被 棉花去做成的棉被啊 用久了 会点嗑嗑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啊 就要去晒 经过日晒之后啊 还要打 要边打 从前我在石头山 当照客 当小茶房的时候啊 经常要做这个工作 客人用的那些棉被啊 这个被单啊 拿出来洗了 洗之后呢 那个棉被啊 都要拿去晒 晒过之后啊 那些老前 老前辈啊 老人啊 就教我 拿着这个竹边啊 竹子 就打 敲 打 打那个棉被 他为什么要这样打呀 因为都很硬 很硬邦邦了嘛 好像门板啊 你这个一打呀 晒过之后一打 他就松了 松了 这个棉被就会暖了 山上冷了 棉被晒过 经常要打 我们的这个心 也像那个棉被 道心也是一样 要实时鞭策 好像那个棉被 要打一样 不鞭策 道心不会精进 有人鞭策 道心才会精进 所以要另进策 伤情供养 一三宝 鞭策 众生 奴隶精进 很努力 精进去供养三宝 在三宝门中 好好修行 如果碰到 法御灭食 专守父 世界上 如果碰到末法时代 有人在破坏佛法 要使佛法消灭 那么 要专一去守父 正法 所以 涅槃经里面说 如果未了要 扶持正法的话 不得已 执寿三规 可以舍戒来复法 那么就是说 甚至严重到 要维护正法 要拿刀拿枪 不得已的时候 也得用 但是就不受戒法 把戒舍掉 单三规的弟子 来做复法 这是涅槃经说 复法到最严重的时候 就用这种方式 所以 罚灭的时候 要复法 实力不灭 那么 菩萨因地这样的 用功修行 所以事故 得成此光明 因此之故 结这个光之果 因此之故 他今天 能够成就的 一个毛空之中 放出这个 广大的光明 使一切众生 都能消除 懈怠 正经 道业 努力 精进 释迦牟尼佛 就是精进第一 由他的努力 精进修行 才会成就佛国 才会那么快成佛 否则的话 三大欧生期间 还是不够的 那么这就是 第四 精进度 勇猛光 就是使众生 勇猛精进修学佛法 使他不自懈怠 消除懈怠 所谓精进度懈怠 那么下面是禅定 剥了两种光 我们休息一段时间 再讲下文 下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